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泰娃女艺人中真的很厉害的存在了 而小巴觉得她之所以能做到这种程度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她的能多年保持绝佳的气质 在这一次的真人秀中 小巴发现她坐在餐桌边看书时 哪怕当时身体十分虚弱 她的坐姿还是非常端庄优雅 其实从她小时候开始 气质就十分出众 当初小S就爆料 说大S从十三四岁开始 就有一些年龄相对大一点的人追她 而且她吃东西从来不会发出任何声音 同样她也不允许小S发出任何声音 因为这样非常不疏虑 这件事对小S造成的阴影还不小啊 蔡康永还是节目中提出过这样一个疑问 为什么小S在康熙来了中是绝对的女王 一到大S身边就成了丫鬟 小巴看了看两姐妹站在一起的照片 觉得蔡康永说的还真对 就连小S自己也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和大姐一站到大S身边 就此都成为用人 小巴觉得 这大概就是气质在渡怪吧 而且出道这么多年 她一直都保持着自己的气质和优雅 早年 她走空谈 还经常会登上衣橱排行的前三名 当女明星盛行起 以鹿肉搏出味的风气时 她走红毯时 便不再受到太多关注 而她做出的最大努力 也只是从鹿锁谷到那一点事业线 气质女王的人设从未崩瘫 仔细想一想 这些年好像还真是很少 看到大S的性感照 在娱乐圈大S能做到如此保守 也算是一股清流了 哪怕是生完孩子付出 她也会一如既往的保持自己的姨态 不会有一丝倦态 出席活动时 姨态还是很舒展 参加作异时 虽然嘴上开着轻松的玩笑 但她的整个人是没有踪跃的其实 对于她这种地质端着的状态 有人提出过质疑 觉得她不够真实 她自己也曾回应说 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只要有机器在拍 她整个人就会立马变得不一样 其实在小巴看来 这也没什么不好 有的女明星在公众面前 可脚皮或者是翻白眼 你会觉得这是耿直和真实 那大S时时刻刻在镜头前 给公众展现自己美好的一面 也是敬业的表现 毕竟 装一时容易 装 一时可就难了 这一时可就难了